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 在開始之前請大家先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和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直播 如果是喜歡這條片 請大家記得點讚、留言 和將它再分享出去 我們看到這一兩天台灣的疫情 社區爆發 5月11日的消息是增加了7宗本土確診 5宗懷疑是設一個遊藝場的群組 其實跟香港真的非常相似 我們之前爆發過的幾宗 其實也是跟玩樂有關係 現在台灣也是因為玩樂而出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一直都是報告出來 說自己新冠肺炎疫情是控制得非常好的 大部分都是輸入的個案 社區爆發個案 其實它已經是說自己很長時間都沒有 只是最近又開始爆發零星的社區爆發個案 這次這一宗 其實就是一拖四 變成有五宗 就叫做一個遊藝場的感染群組 其實如果這件事在香港發生 這時候安心出行就派上用場 因為就會看看 到底第一位確診者 他之前去過哪裏 到底有跟誰接觸 就可以找到源頭在哪裏 但是現在這六宗感染源頭 仍然在調查中 其中這宗 我們看到遊藝場的群組 第一宗在5月9日出現病徵 即是已經三四天之前 但是一直到現在 都未查到他的感染源 可以肯定 跟早前華航群組是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管他找不找到感染源 因為這已經是過去了 但最重要是如何阻止社區爆發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宗情況在香港發生 是否整棟大廈都要強檢 在台灣是否同樣做法 我們看看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這個人的工作地點 在室內密閉 湧劑的場所 即是說人很多 而且是完全密封的場所 而且顧客停留時間比較長 所以 就是這裡衛生單位都說 傳播風險較高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這一句 我們就想著 在工作場所裡應該也有不少人 結果 他就是把個案和同住的家人 同事和常客 結果是把35個人 列為居家隔離對助 並且進行採檢 你又說是一個高危 傳播風險較高的娛樂場所 因為他又密封 又多人 顧客停留時間又長 但竟然只是驗35個人 沒錯 因為這是台灣的做法 台灣其實 為何他可以控制到他的確診這麼少 原因就是他用了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這個有效的方法是有口缺的 口缺是如何 多驗多確診 少驗少確診 不驗就沒有確診 所以就是一個這麼高危的地方爆發 竟然只是驗35個人 這35個人驗了出來 10個人還在檢驗中 喂 幾天了 35個人都驗不完 這個效率真是厲害 而且 而且 在驗了的25個人裡面 有4個已經發現了確診 就是說 其實佔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幾 你說其他沒有驗的 會不會有帶緊症呢 其實這個機會非常大 而且還有一件事很奇怪 就是這個人染病之後 為何只是同事上客 和同住家人 雖然是要驗呢 他平時有接觸朋友 他平時有經常去的食肆 為何不用驗呢 台灣就是這個方法 所以 一爆發出來 只是驗35個人 他永遠爆發的數量就不多 我當你35個人全部確診 多了30多個 喂 當然不會有幾萬個爆發 大廈是不是真的沒有爆發 其實如果我們 相反我們看回香港 香港如果真的有人確診會怎樣 大家都知道 封了一等大廈去驗 但是到底驗多少人 其實有數據 當然 小弟現在給大家看 《獨國日報》 《獨國日報》是經常造假 和經常抹黑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這次我只是借用他一個數據 因為他也是想抹黑 抹黑我去香港政府 他說兩億公帑 強檢81萬人 就是找到12個染疫 他不滿意 是不是找到幾萬人 是否要找到幾萬人 但是我們看的數字是怎麼看的呢 他在這裡說到 只是本月1至9日已經有超過47萬名市民 我們看了台灣幾個 35個 一個是個位 一個是萬位 四十七萬名市民 因曾身處患者到過的地方 或者屬指定行業或者群組 而接受檢測 但是1至9日是不是香港大爆發 又不是 其實我們看到 進入了五月份 其實一直的爆發 全部都是個位數 為什麼還要驗得這麼厲害 因為香港政府真的很小心 希望在社區 還沒爆發之前 儘快斬斷傳播鏈 所以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為香港市民好 我們看看台灣怎麼做 隨便 你在那裡工作 就驗那裡 竟然有人確診 驗幾十人 還要有十個人驗了幾天 每天都出不了結果出來 你說如果在香港還被傳媒罵死嗎 但是不要緊 台灣的傳媒 是民進黨的 國民黨是傳媒 已經被民進黨刪除了 所以沒有人在處挑戰他 而且他這個 多驗多確診 少驗少確診 不驗沒有確診 是真的相當有效的 因為他哄得 美國一直暴讚他的抗疫做得好 而因為這樣也令他們騎虎難下 是沒有辦法承認他們社區大爆發的 其實他們社區裡面 究竟有多少人爆發了 有多少人真的已經染病 其實我們現在真的無從之道 因為他從來不會去大規模去驗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有誰 已經染病了 好了 然後有抗體 甚至有多少人因為新冠肺炎而死 我們完全不知道 台灣這樣做法 令整件事情不透明 我們唯一可以比較一下 就是看看死亡人數 我們看到最新的報導 1月份 2020年台灣人口的統計數字出來了 首度負增長 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 至近8000人 我們看看 原來2020年死亡人數是173156人 較2019年減少 如果減少的話 是否就是說新冠肺炎沒有死亡 會不會沒有爆發 但是這只不過是整體的數字 大家知道2020年其實人數是少了出街的 會不會是交通意外 諸如此類的卡卡 死亡人數少了呢 會不會是病死的人多了 其實我們現在未知 但是如果根據去年的經驗 他大概正式的 詳細的統計資料 6月中應該會出來了 到時小弟看到他有出了詳細的資料 就會再跟大家分析 大家要記緊留意 另外一件事 也是因為做這段影片才發現 原來香港750萬人 我們2019年整年的死亡人數不足五萬人 其實我們看到台灣省 我們的台灣省 2020年的人口總數 2300萬人 差不多等於香港的三倍 但是死亡人數是17萬多 原來台灣人比香港人容易死亡 因為如果我們把人口是香港人的三倍 所以如果我們把香港的死亡人數 大概五萬人乘三 就是說如果等於台灣的死亡人口 其實應該是要死15萬人 但是原來台灣只有17萬多人 就是說他的死亡率是比香港高的 其實小弟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家的種族是一樣 大家都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是領土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是台灣的醫療問題 還是怎樣呢 這個小弟不得而知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話 或許可以留言給小弟 和小弟分享一下 也可以和各位網友分享一下 小弟這次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內容 請大家點讚留言和將它再分享出去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